各位弟兄姐妹平安 今天我们进入到哈巴古书的最后一个段落 我们看的经段在第三章 就是一到十九节 第三章整章我们一起来祷告 亲爱的主上帝感谢你 让我们可以来学习聆听的话语 求你圣灵亲子动工 开我们的耳 开我们的眼 开我们的心 向你献上祈求 祷告 奉祝孙明 阿们 好 在今天第三章的段落当中 可以有一些小小的分段 第一到第二节先知 祈求神复兴的作为 然后第三到第六节 特别赞美神荣耀跟能力 然后第七到第十六节 就赞美神大能的作为 然后最后十七到十九节 提到因神自己而欢心 我们先一起来看一下第二节的经文 叶尔华我听见你的名声就惧怕 叶尔华求你在这些年间复兴你的作为 在这些年间显明出来 在发布的时候以怜悯为念 好 这可以说是一种恳求的祷告 恳求声音 祝阿求你怜悯 求你怜悯 在前面他把工作段落当中 看到各式各样残暴的那些手段 但是在好像在经文中中 先是求神怜悯 然后这边有讲到 我听见你的名声 好 内容是关于神他亲自的作为 这些名声可能也包括过去神在拯救以色列百姓出埃及的过程 就是在历史当中他们所知道的 所以说我听见你的名声就惧怕 好 或许也有一种可能就是先知感觉 他要就是传递这些讯息的时候感觉到自己责任使命很重大 好 然后但是他需要来安静来聆听 然后他又求神复兴他的作为 很有意思 在这些年间 好 这些年间 很可能就是先知 就是所处的那个当代 因为还有很多各式各样的攻击患难 好 但是他求神怜悯 赶快伸手来干预 不要让那些欺压他们继续做工 好 然后 复兴 意思是什么 就是更新啊 旧的过去 新的要来了 好 复兴就让百姓重新有盼望 然后在第三章第三到第六节 又特别讲到一些讯息 就是神 他要施行审判 拯救他百姓 那个画面 让他们去想象 好 对 以色列人来讲 这是大有盼望的事 然后第八到十五节 好像他用一种方式来描述神 就是英勇的展示 好 过去 红海分开 约大海分开 这些历史 是他们深知的 但是神有大能的作为 就在这里有很简单的描述 然后十六到十九节 哈巴古有些回应 他看见了异象 然后因主的威严而战斗 但是他从惧怕中重新转为信号 他就安静在观看神的作为 知道神会得胜 然后在第十七十八节 特别亲自对神有很深的信靠 就是相信环境不论如何 但是神仍然掌权 好 我相信 有些弟兄姐妹对 特别三章十七十八节会 这些经段有些印象 我们一起来看一下 虽然花果树不发旺 葡萄树不结果 橄榄树也不效力 田地不出粮食 圈中绝了羊 棚内也没有牛 然而我要因夜花欢心 因救我的上帝喜乐 当什么一切都没有的时候 会喜乐 好奇怪啊 为什么 先知清楚的讲 因夜花欢心 因救他的神喜乐 我不知道弟兄姐妹 有没有经历过这样的情况 好像都没了都没了都没了 什么都没了 但是仍然因救他的神喜乐 即使遭受苦难 但是心里仍然有信靠 因为知道神有他的旨意 神有他的时间 不论环境如何 神的拯救 是确实是可靠的 然后第十九节 主要华是我的力量 他使我的脚快如母鹿的蹄 又使我稳行在高处 或许这几节经纬 也可以成为我们的祷告 他使我们 稳行在高处 哇好棒啊 我相信大家会很羡慕 那样的情况 但是盼望 不要忘记 在前几节 先知才特别讲到 对什么都没了 什么都没了 什么都没有 但是仍然信靠 神可以使我们稳行在高处 我们现在祷告 亲爱的主上帝 求你亲自 神灵敏帮助我们 即使遭遇困难 即使身在痛苦之中 仍然因为确信 主你就是我的主 主你是施行拯救的主 我们就可以靠主 欢欣喜乐 并且有盼望 我们的脚可以快如母鹿的蹄 也能够温馨在高处 便你就赏赐这样的恩典 给你的孩子们 向你先上祈求 祷告 奉主 顺民 阿们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